我喜欢韩启的时候 十六岁 她十八岁 她的眼睛特别地明亮 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 她带着我骑马 放牧 带我去看最美丽的沙枣画 她吹着口弦 伴我起舞 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你可知道 我们是真心相许的 我们一起蒙事 彼此钟情 就想在草原上快快乐乐地生活 我们韩部的人 只要发过了誓 就绝对不会反悔的 真好 可惜 好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若不是因为我 她就不会遇到雪崩 她也不会 谁都不知道韩启会发生这样的事 韩启是你的未婚夫 你为她伤心难过 追思悼念 都是应当的情分 只是 你一直陷在自责里 若韩启有之 也会于心不忍的 你还会让她 如若你再为了她绝世离世 她会安息吗 本宫觉得 以韩启对你的情谊 她定希望你珍惜性命好好活下去 更何况你还有你的阿爹 你的族人 你应该知道 你是他们好好活下去的旨吧 从韩启死了的时候 我就心灰意了 便没有了指望 我怎么还能成为别人的指望呢 逝者已不可追 你若还珍重你的阿爹 你的族人 就该好好活下去 哪怕远远地守护他们 看他们过得比从前更好 除非 他们对你来说并无所谓 他们对我来说怎会无所谓 只是 我怕我做不到 只要你断了求死之心 可活下去就能做到 来 喝一口参汤 这样才有精神 为了你阿爹 你的族人 还有韩启 喝一口 再喝一口 喝一口 娘娘 出了承监宫 您就魂不守舍 您在想什么吗 听相见 说对韩启的感情 本宫 本宫知道 终于有一个人 在这个宫里 有过和本宫一样的心意 您说什么 他俩的年少情深 像极了 当初皇上和本宫 是要是要不说 娘娘 是看见韩主太感触了 相见对失去韩启的心痛欲绝 让本宫缓阔 也许本宫也失去了 曾经恋恋不舍的少年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 money 魏臣给皇上请安 小姐如何了 微臣去看过了 韩主已经恢复了以试 虽然极少和人言语 但气色好了很多 皇后做得极好 极心甚微 那小剑脸上的伤 快好了 已无大碍 好 舍利子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娘娘 色 皇后娘娘 你公公来了 请皇后娘娘万安 请尹妃娘娘安 什么事 今日午后 皇上请和宫女眷 往宝月楼上金钟景致 太后去了 太后一心向佛 对登高之势一心阑珊 知道了 奴才告退 皇上最近喜怒无常 咱们还是不要 扫了她的兴致吧 这楼 就是啊 这楼什么时候盖的 太白了 怎么平白无故 不过就建了这么一栋楼啊 这宝月楼 美轮美奂的 皇上让我们来赏美景 也不知 一会儿会带我们去何处赏 也不是到这里面怎么 皇后娘娘到 看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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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床 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皇后娘娘 诸位主 请吧 皇上在楼上 皇上还未到呢 皇上 咱们先上去吧 这宝月楼 看起来都是韩部的文室 莫非 莫非这是皇上赐给韩氏的 他不是有承千宫了吗 还要这宝月楼做什么 皇上果真如此厚待他吗 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 可更为主儿请安 这宝月楼 玉湖姑姑 皇上命臣妾们到宝月楼赏秋 那皇上怎么一来啊 皇上尚有要事 这宝月楼是皇上给韩主儿所建 今日才请各位主儿来赏景 除了宝月楼 皇上还在宫外 与宝月楼摇摇相对处 建了祁福寺 皇上也太偏腾韩氏了 各位主儿请随奴婢来 各位主儿们请看 那就是祁福寺 祁福寺 韩主儿 这祁福寺是皇上 按照您家乡规矩所建 您还喜欢吗 韩部地处偏僻 皇上已令您不忠 老幽妇孺一驻京城街巷 与祁福寺相对 今日皇上安排他们进了宫 您愿意见一见吗 什么 太好了 玉湖姑姑 快让妹妹族人过来吧 妹妹呀 一定很想念他们 是 尽忠 快请韩部族人 各位快请 双望 向见 向见藏 公主啊 公主啊 公主 公主 我跟这个皇帝啊 公主 我在想你了 不错啊 见到你了 公主 公主啊 我跟这个皇帝啊 公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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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臣何体动 皇上怎得如此厚待寒步 让这么多人进宫 相见 公主 皇上待我们很好 给我们建了祁福寺 给我们建了漂亮的房子 安顿年老的婆婆 还给我们看病呢 是啊 皇上 是啊 皇上 皇上 是啊 是啊 公主 是啊 公主 是啊 皇上 皇上对所有的子民 都是这样吗 还是因为我 故意坐坐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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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坐上来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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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穿了寒步的服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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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穿的寒步的服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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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怎么穿成这样啊 朕在这儿呢 朕来了 你看 皇上看住寒步 都换上了寒步的衣裳啊 是啊 是啊 我们还是啊 我们还是啊 还是啊 我们还是啊 小剑 给皇上请安 给皇上请安 都起来吧 小剑 见到族人高兴吗 你为何传承了 我韩布男儿的模样 既然 你不愿意先成为朕的女人 不愿意改变你的装属 那朕就为你变成韩布男儿 朕会封你们的相见公主 为荣贵人 居宝月楼 皇上万岁 万岁 荣贵人大喜 大喜 大喜 朕叫你们来 是要告诉你们 在宫中所有人 都要容得下荣贵人 与他和睦相处 别再闹出什么 和宫求见之事了 臣妾知道 臣妾恭喜皇上 恭喜荣贵人 愿荣贵人与皇上两心相许 珍重到老 皇上 荣贵人已经见过他的族人了 不如让他们回去吧 也好 锦中啊 好好地奖赏韩布族人 好生送他们出去 喳 相见公主 如今看到大清皇上 朕要待您好 待咱们韩布好 我们就放心了 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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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心了 好 放心了 小姐 你看 朕接来的这些人里 没有一个壮丁 那是因为年轻力壮的人 该留在韩布振兴家园 而这些老弱妇孺 经不起边吹风烟 需要好生照顾 朕会把他们 全部接来京城 好好地照顾他们 朕或许你是真的爱惜我 可也在要挟我 我再也不能妄想离开这里 至死也不能 对不对 皇上 这宝月楼的风光 臣戒等已经鉴赏过了 臣戒先告退了 皇上 那臣戒等也就先告退了 臣戒告退 皇上 臣戒伺候您更衣吧 李玉 奴塞在 也好 乡妾啊 您也累了 你先下牢等着朕 好好歇一歇 相见好好活了下来 你终于肯留下了 如意啊 朕要谢你啊 皇上得偿所愿 臣妾恭喜皇上 还请皇上更衣吧 还请皇上更衣吧 朕并不觉得穿着寒布袍服 有何不妥啊 朕是天下人的天子吧 着自己子民的衣服 不论哪个部族 都很妥当 下去吧 这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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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显联姻多年关系最为密切 也不见那朝天子穿了蒙古的袍服 皇上这么做 臣妾担心会让蒙古隔骨寒心 皇上啊 你应该先想着朕是否畅心如意 你该替朕高兴才对啊 皇上 皇上与臣妾夫妻一体 本该一喜俱喜一杯俱杯 只是当日臣妾也向皇上坦诚 答应皇上所托 是因为皇后的身份 作为妻子 心中并不认同夫君所为 臣妾不知道 如何替您高兴 皇后 臣妾心疼如归人 心疼如归人 朕已经给了如归人正式的名分了 朕会好好疼她 也会善待她的族人 皇后你 只要做好六宫的表率 善待她 朕日久天长的 朕相信如归人有一天 会知晓朕的心意 千古艰难为一死 伤心启毒熙夫人 希望皇上有一天 能明白如归人的心情 朕拔 何人 赅说得 朕何尝不懂呢 朕原本想 让相见入宫 接受韩步的示好 也让编地各部落和睦 想着他入宫之后 冷着他就是了 可是朕 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没办法了 如意啊 朕是真的喜欢她 朕知道得不到她的心 但她仍在也是好的 朕是真心希望 她能留下来 真心希望她能高兴 如意 你能明白朕吗 皇上的一厢情 如同曹芷 持对洛神 皇上您只是给自己 画了一幅洛神图 就算你换上了曹芷的衣裳 洛神也不会对她庆幸的 你讽刺着呢 无意 朕以为同你说这些 你会明白的 皇上 臣妾陪伴您多年 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同之处 可自从相见入宫 皇上自己缝没至词 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 皇上 您就当臣妾不懂您 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吧 臣妾告退 如意 如意 臣妾 娘娘慢点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万安 起了爸 郎大人 您怎么在这儿 皇上 您称赖子为皇上和 愿鬼人通入华夏 嗯 林大人 去送一送皇后娘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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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转发声 太后 您知道今夜是谁事情吗 还能有什么新鲜事啊 是荣贵人 韩氏 皇帝总算给他名分了 只给了贵人 没给平位或妃位 已经是给六宫的 平妃们面子了 什么面子呀 皇帝的心心越来越固执了 无人改变得了 如今荣贵人都侍寝了 一旦玉玺生子 后宫整个儿都要翻天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的画上皇上终于有笑脸了 从未见过皇上如此高兴的样子 只为了得到荣贵人 皇上是高兴了 其他人呢 主呢 您高兴吗 我高不高兴 谁会在乎呀 姐姐怎么又笑瘦了 得多补补身子才好 姐姐 你看 姐姐 你看 姐姐 你看 好 咱们不一样 皇后娘娘起身了 请各位主入内 事已至此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 如今同为嫔妃 就该彼此和睦 荣贵人出身在边地 与咱们满汉谋的规矩不大相同 咱们更该互相包容一些 臣妾明白 对 容贵人 纯慧皇贵妃已经过世了 在后宫中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大可以去问于妃 她在妃卫中资历最深 是 臣妾有些话 正想与皇后娘娘单独说说 你们都告退吧 你们都告退吧 臣妾告退 得啊 知道八戒上皇后了 看你穿上这身衣裳 到真正有嫔妃的模样了 多谢皇后娘娘 你既然已经开始事情了 免不了会和后宫的人打交道 那些人你若不喜欢 不理会便罢了 臣妾会恪守对您的规矩 是因为您教会了我许多 只有您 才会对臣妾说那样的话 只是臣妾一直都不明白 您为何要去劝一个 被您夫君痴缠的女子呢 您若是盼着她死了 或是出宫不是更好吗 本宫是大清的皇后 皇后不仅是妻子 更多的是服从和责任 您曾经跟我说的 那个少年郎 是皇上吗 当然是 其实跟我比起来 至少您的少年郎还活着 人活着 是会有转机的 不像我和韩琪 天人永哥 我再也寻不到她了 你既是再也寻不到你的韩琪 可她在你心里 永远是当初最美好的模样 本宫的少年郎 不说这个了 你不是有话要和本宫说 皇后娘娘 事到如今 有件事情臣妾没法子不作打算 什么事 就算事情 怎么样才能没有身孕呢 皇上 您是人风喜事精神爽啊 别胡乱宫尾 对 荣贵人今日可好啊 荣贵人好得很 不仅换了宫妆 还去给皇后娘娘请安了 很好 摆驾 朕就去宝月楼看看荣贵人 喳 皇上这些日子 除了和大臣们议事 就待在宝月楼是不出来了 皇上这么宠荣贵人 他别是有什么旁门左道的法子吧 你是说皇上 着了旁门左道的法子啊 皇后娘娘 臣妾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臣妾觉得 自打荣贵人进宫 这宫里也有点太不成规矩了 怎么不成规矩了 宫里的哪条宫规说 皇上不准只翻一个嫔妃的牌子了 可是皇上也要注意自己的身子啊 咱们若是要劝 自然是为了皇上的龙体 可现在 有谁劝得了呢 若要说关心皇上 谁比得过太后 这件事太后尚未开过口 咱们还是稍安勿躁吧 这对田白慈的瓶子极好 记得送到宝月楼去 喳 眼看啊 就要起冷风了 这容贵人 不习惯京城的气候 记得早些送些红螺炭 到宝月楼去 奴才记着了 皇上 沙枣花 好 容贵人哪 最喜欢沙枣花的香气 一日也离不得 皇上不是嘱咐了 每日都在养心殿供沙枣花 皇上在宝月楼周围多种沙枣树 为的便是容贵人高兴 只要容贵人高兴 这些算不了什么 婉英 你最近倒是常出来走动 以前有淳慧皇贵妃姐姐 能陪我说说话 可现在倒好 姐姐走了 整个中翠宫空荡荡的 懒清得很 过来和娘娘做个伴 心里倒踏实些 娘娘 想来今年初春的时候 皇上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臣妾 翻了臣妾的牌子 那个时候 我慌张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手和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仔细算算 已经有六年四个月零三天 没有事情了 是宫里的女人 终有这么一天的 秋梁时节说这种话 真让人回心 弘颜为老恩先断 血以熏龙做盗鸣 谁都逃不过呀 难不成等到七老八十呀都掉了 还指望皇上翻你的牌子 和你描眉做诗啊 做梦罢了 主儿 皇上差人送来了您和皇上的画像 收起来 藏到后头的格子里 再不许拿出来 是 儿臣给皇阿娘请安 皇阿娘在修 沙枣花 这花 不适合在宫里长 便修剑修剑 从前只听闻 唐玄宗 为了杨贵妃千里送荔枝 好死了好多马 如今到了咱们皇帝这儿 道来了这一出 一记红尘 妃子孝 无人知事枣花来 真真是一桩奇闻了 儿臣吴呢 皇帝是昏了头了 被韩氏迷住 哀家无法阻止韩氏进宫 也无法阻止他侍寝 原本看他拒绝皇帝的样子 想皇帝会知难而退 死了这份心 可如今 韩氏都侍寝了 你可曾想过 皇帝如今如此执迷入了魔障 韩氏以后有了孩子 会如何呢 哀家知道 韩氏肯活下来 是皇帝让你去劝的 但哀家也知道 韩氏的心 始终都在他去世的未婚夫婿那儿 这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那儿臣再去劝一劝 你劝得了韩氏 你劝得了皇帝 做吧 皇帝如今对韩氏这般魔障 将来若皇帝昏了头 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来 那该如何 哀家 哀家 端不能坐视不理 那皇阿娘的意思是 傅家 在 太后 音音都准备好了 你让韩氏喝下去 让她一了百了 是 那儿臣知道皇阿娘贼族 是为了皇上的慎余死虑 只是这样贸然要了韩氏的性命 岂不是伤了皇上的性命 哀家知道皇帝心疼韩氏 哀家也并不是想要韩氏的性命 只是让她清静伺候皇帝 别激得皇帝越发任性 皇阿娘 您明知道让儿臣这么做 皇上是会恨儿臣的 你当日 替皇帝去说服韩氏留下信命 是皇帝拿着你皇后应尽的职责 破着你去 哀家今日破你 也是银样 只因你是六宫之主 安定后宫 是你的职责 所以这件事 是哀家的意思 但也只能由你亲手端去 看她喝下 若让韩氏喝下这碗汤药 是顺了您的心 却也是大大腻了皇上的意 儿臣要听皇上的 也不能不听皇阿娘的 除了两难别无大法 你身为中宫 该听的听 该做的做便是人 也捷蕁门 什么 对 娘娘 之前容贵人求过您 说她不想要孩子 如今太后有此意 也算是成全了荣贵人 皇后娘娘快请坐吧 皇后娘娘 这些都是我们韩部爱吃的东西 你也尝尝 这是本宫奉太后之命 给你拿过来的 就是你想要的汤药 喝与不喝在你 当然喝 是成全我的好东西呢 你可想好了 这一晚要喝下去 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 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知道你们这宫里头 都争着生孩子 可孩子 应该是与自己相爱之人 一起拥有 不是拿来争宠 保命的工具 更不应该被强迫来到这个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利 去把姜太医找来吧 容贵人怕是要受苦了 是 太医和姥姥们进去了那么久 这个容贵人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算受苦也不出声音 这脾气真够绝的 娘娘 事已至此 还是想想怎么和皇上交代 行 包括着 人鬼 交代 皇上 令萍娘娘这会儿是估计快升了 您是否去看看 丁平又不是头一次生产了 自有节省姥姥赵爷 知道了 为臣给皇上请安 怎么样 相姐如何了 容国人身子有碍 只是 只是无法生育了 谁做的 谁做的 回皇上 是臣妾所为 皇上息怒 皇帝 皇娘怎么来了 身为君王 对自己的皇后动上手了 皇帝哀家瞧你是有些失心疯了 皇后 皇后 起来吧 皇娘 儿子释不开 可容国人无辜啊 皇帝 你要的是韩氏 如今你也如愿以偿了 可韩氏心里有别人 旁人能有什么法子 皇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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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爱之士族已害之 若无你的过分沉溺 本无人会对容贵人过分在意 你宠爱太过 才把他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你宠爱太过 皇娘 儿子是宠爱荣贵人 但并不太过 皇娘您切勿听信人言 哀家还用听信 你都为他做过什么 哀家没看到吗 而且 喝下药去 也是韩氏自己的主意 皇帝要怪 也只能怪你自己 皇娘在此 您也好好地劝劝皇上 儿臣口退 皇后受委屈了 去吧 皇上 竹儿醒了 皇娘 拿儿子进去瞧瞧 皇 小金 你醒了 我是不能生了 对吗 你只是 只是不能有孩子罢了 你别害怕 朕还是会好好待你的 那碗药 是我自己要喝的 孩子生于不舍 我自己定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我本不该来到这个宫里 更不该得到你的宠爱 就当我无福 承受不起 我未来的孩子 也承受不起 你要我伺候你 我便轻轻静静地 伺候你一辈子就是了 你的意思 皇娘的意思 臣都明白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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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皇上 令平娘娘生了一个小阿哥 是皇上的十五阿哥 好 好 静忠啊 传阵旨意 荣贵人 深得振兮 敬为荣贫 令平呢 接连生子 又温柔晚顺 敬为令妃 去告诉令妃 十五阿哥 可以留在他身边养着 不必送去寿康宫 还有 皇后料理后宫之事不周 这六宫之事 先交由令妃协礼 至少 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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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